很多人脾气倔的时候都喜欢用这个词 牛脾气 那么牛脾气究竟有多倔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头和石头较近的老牛就知道了 视频中这头老黄牛因为路过此地之时 被路上的一块大石头给绊了一下 结果这一半可不得了了 下一秒 老黄牛的牛脾气就爆发 于是就发生了视频中的这一幕 只见黄牛不停地用自己的牛角攻击着石头 仿佛在说 敢挡牛爷爷的道 看我怎么收拾你 于是二话不说 对着石头就是一顿怼 他沉下肩低下头 用自己的坚硬的牛脚 对着石头就是各种姿势的摩擦 看着镜头记录下的一幕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不就是被绊了一下吗 至于这么不死不休吗 也有网友表示 好在是一块石头 如果是人为招惹黄牛的话 那么下场一定是惨不忍睹 看到这里 大家对牛脾气应该也是有所了解了吧 别看老牛平时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 一旦发起脾气来 绝对不是我们可以驾驭得了的 所以平时的时候 大家还是尽量不要招惹他们 尤其是农村的小伙伴们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